上一次上課的部分的話 主要就是講到有關那個 樂透彩的中獎機率統計 那裡面用到幾個比較常用的函數 像那個conif 跟那個cons函數 那裡面的話有一個所謂的定義名稱 那定義名稱其實還蠻重要的 如果說有一個跨工作表的範圍 建議是先定義名稱 那記得按F3 去取得那一個 這個名稱 其他的話還有包含用像rank.eq 等等的 再來就是vpa部分 最後其實會有一個 把底色填顏色 然後再來就是 把那個排名前七名的 把它列表 那這個部分的話上禮拜有講到 最後有提到有關那個 就是簡單的爬蟲 從網路上抓那個大樂透歷史資料 那後面部分 可能要請大家自己再把那個 大樂透歷史資料裡面 到底哪一個 哪幾個號碼是歷年來最多的 這個部分可能要自己再把它完成 那今天的話呢 接下來我們繼續再來看 所以待會請各位呢 幫我開啟那個範例檔案裡面的那個 第五個單元 檢視與參照 檢視與參照裡面的話 請各位今天先開啟那個 這個 有一個範例名稱叫Viru函數 叫這個人事考評 所以請各位呢 開啟這一個 改一下這個 這一個 人事考評的管理系統 那這個範例的話呢 主要重點其實就是利用那個 Viru函數 把 其實有點像把那個 以sale當資料庫來使用 那所以裡面的話 會用到Viru函數 幫我去查表 也就是說呢 通常有的時候 為了要節省那個 這個資料的儲存空間 所以很多地方 會用編號來表示 但是呢 如果你將來希望把那個編號裡面呢 它具備有這個意義的部分 比如說像單位 像組別 像升等 這些資料把它查出來的話 那其實你可以透過編號裡面的相關訊息 可以再把它反查回來 那好處就是說呢 以後如果資料庫呢 只要記得編號 那其他的 像這些 其實像單位 組別 升等 其實沒有也沒關係 那相對當然就會少很多的 這個儲存空間 OK 所以待會的話 請各位先開啟這個範例檔 那我們後面要做的練習 主要第一個 先把那個黃色區域的 比如包含單位 組別 升等 另外的話呢 再去做這個成績的計算 最後呢 算出到底 比如說這個職稱叫住專 到底哪一個的這個 它的成績是最好的排名 OK 那各位可以發現 除了那個住專 還有領主 辦事員跟助理員 所以其實這個題目 主要是希望說 是不是能夠快速的把這些 資料 黃色區域的資料 通通快速的把它完成 那完成之後的話呢 也可以當然如果做一個 如果可以多個 也都可以同時完成的話 那用什麼方式來做會是最快的 當然啦 如果你希望一次就一勞有意的話 最好的方式啦 其實它還是把它寫成VBA 也就是旁邊可能就增加兩個按鈕 一個按鈕按下來 它就自動幫你把那個 相關的資料全部都產生 並且最好的話 因為這邊有四個工作表 所以最好是可以一次四個工作表 全部都完成 那當然最好 所以可能就是 做完一個 切到下一個 再切到下一個 再切到最後一個助理員 然後最後再切回到助專 當然這是一個 比較理想的狀態 但是我們可以按部 就班來完成 那首先的話呢 你們可以稍微看一下這個題目 那你可以看到單位 跟各位講一下 這裡面的話 其實有些名稱已經定義好了 所以你可以從公式 的名稱管理員裡面 等一下 這個我看 對 名稱管理員裡面 點擊一下 那各位可以看到 這個名稱管理員裡面 其實已經幫各位 增加已經預設增加了 總共有這幾個 總共有五個名稱 包含就是說 各位可以看到這邊的單位 然後還有組別 甚至 這邊其實還有一個 被擋住了 這邊還有一個升等 OK 那當然呢 你想說 單位是指的是哪個範圍 沒關係 你可以點這個地方之後 然後再點下方 就是它參照到的範圍 其實就是這個 也就是說 你可以看到單位其實指的是什麼 101 一直到底下 所以 這個資料到底在哪裡 把它 再切回去 你可以看到 實際上 它這個指的 就從編號裡面 幫我查什麼 查這個 108 到底是哪個單位 所以知道108 但是你要把108是哪個單位 把它查出來 查的方式不是叫你圖法鏈鋼 自己用眼睛去看 而是說 你要用V的函數去把這個資料 給查出來 那組別的話 理論上是A到E 所以其實 這邊可以猜想 這個組別指的應該就是 在編號裡面的 應該是這邊算關 應該是第七個字 是指的是組別 那升等的話 指的應該是哪一個字 它這邊是1234 那升等的話 理論上指的應該就是 編號裡面的第一個字 所以用LAPT取一個字 但是這邊會有一個 比較大的問題 就是說 你取得這個編號的時候 這個1 實際上 它是文字1 也就是前後會有雙引號 那如果你今天去比對什麼 比對升等的時候 那這裡面的資料 理論上 可能是文字 也可能是數字 不過呢 如果說一般我們輸入的話 你放在ESL 它通常會把它存為 這個數字 除非說裡面有非數字 比如說 E裡面有AB 比如說 EA EB等等的 那它就不會存成數字了 所以喔 也就是說 這個地方會牽涉到一個問題 升等比較會出現問題 或另外一個方法 我好像前面有跟各位講過 你可以把這個地方清除它的格式 如果它靠右對齊的話 那表示它是數字 所以可講的 這應該是數字沒錯 那數字跟文字 基本上是不相等 所以如果你要把它變成相等的話 欸 這邊 其實就需要用到一個函數 就是可以把文字轉換為數字的一個函數 那最後的話呢 算完 這個三個做完之後的話 再來做什麼 做 考核 考核的部分的話 實際上指的就是這個成績 考核 那考核的話呢 它其實 是希望你把這三個成績做平均 可是問題呢 它不是數字 它是假 跟ABCD 那一樣 這邊有一個 其實如果是假的話 指的應該是剛剛好像有看到 這邊有一個是 等級吧 所以假以 優假以的話 指的就是烤基 所以其實 我們如果要以假 查到它的分數的話 那這個地方該怎麼 那一樣 公式裡面名稱管理員 其實也會有一個所謂的 烤基等級 那指的就是哪個範圍 指的就是這個範圍 然後考平的話呢 指的就是這個範圍 所以呢 如果我今天 給的 資料並不是分數 而是一個等級的話 那我可以用View環數去查詢 查完之後呢 當然兩個方法 你可以用 三個相加除以3 也就平均 或者是什麼呢 你可以用Average Average的話呢 你可以第一個成績 豆點第二個成績 豆點第三 一樣可以算出它的 考核結果 那考核指的就是它的 三個成績的平均 OK 那比4的話指的是什麼 比4指的是這一個 指的是這邊 各位可以看到 其實就是I跟追這兩個欄位 那也就是它指的是 這個成績 佔30% 所以這個成績乘上0.3 加上這個成績乘上0.7 那就是它的比4成績了 所以呢 所以呢 我們就這個把它計算 那 最後的合計的話就是 再把這個成績乘上0.6 這個成績乘上0.4 OK 把它合計 最後再做一個排名 那就完成這一題了 不過 離我們要完成的目標 還有一段距離 比如包含就是 我做一個之後的話 那我其他領主到助理員 是不是可以一次完成 這裡的話 那你可能假設不是用VBA的話 那你可以按SHIP鍵 再去點選助理員 可以把它多選 那多選的好處是 你就可以再把這個公式 直接 再 讓它輸入一次 那基本上 它就會把剛剛的公式 複製到其他的工作表 一樣的位置 因為剛好 如果要取消的話 請你點這四個工作表 裡面 除了這四個工作表以外的 任何一個工作表 它就取消了 其實主要是因為 你們待會看一下 這四個工作表 其實基本上長的都一樣 那還是有不一樣的地方 哪裡不一樣 你可以在編號上 Ctrl向下 應該是編號下面的一個 那你可以看到 柱磚是 它的 列數到40 那0主的話呢 把它Ctrl向下 這個就到101 也就是說 底下 像辦事員 應該也是不一樣 也就是說呢 它的總數 不是每個工作表 都一樣 是同樣 列數 所以這個時候 可能就要注意 不同的工作表 那我要怎麼知道 它到底 總列數是多少 所以這邊可能 還是需要用追蹤的技巧 向下追蹤一下 OK 所以請各位 先試試看嘛 第一個階段 就是先把這個八個 八個 黃色區域的公式先完成 完成之後的話 你先不用急著 向下填滿 因為向下填滿的話 待會其他的工作表 變成說 你還要再重新 那你先做完這七個 那待會我們可以把公式 複製到其他工作表 那做完第一階段之後的話 我們再思考 怎麼樣再把它變成自動化 當然前面有講過啦 要不要錄日聚集 不過錄日聚集比較簡單 請各位可以自己練習 那如果說我今天希望 把它改成VBA的話 那這個地方 該怎麼做 OK 所以請各位先試試看 這邊有八個 八個問題 先把公式先做出來 待會我們再來看好了